河南沈丘县邵廟村的村民邵段 最近带着女儿到北京看病并且哭诉 结果却被沈丘县的公安局认定是 所谓的扰乱医院秩序 行政拘留10天 而因为邵段正在不入旗 不予执行 这事件引发了议论 沈丘县公安局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上写道 3月7号上午 赵振峰带着妻子邵段 前往北京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给女儿赵依晨看病 邵段抱着女儿在医院一楼哭诉 扰乱了单位正常的办公秩序 后被北京派出所带回审查 沈丘县公安局以邵段扰乱单位秩序为由 行政拘留她10天 因邵段正在补育一岁不到的婴儿不语之行 对此 北京律师刘晓源在推特上发文说 抱着患病女儿在北京的医院哭诉 没有被北京的公安拘留 回到老家后竟被当地的公安拘留 暂且不说实体认定方面的问题 警救办案程序就以严重为罢 有网友发推文说 违法哭诉罪吗 我头一次听说 以后在医院都不可以哭了 为何我现在看了这份处罚决定书 倒是很想哭一把呢 不为别的就为我这辈子投胎 太不长眼了 刘晓源表示 两会期间很多访民上访被截回去 被关或许是类似情况吧 也有网友说 与其说是异地违法犯罪 倒不如说是把脸都丢到异地去了 尤其是北京去了 更贴切吧 这才是他们气急败坏 抓人的根本原因 清唐人记者陈汉 陈杰 施宜军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